看今天6月24号礼拜四的午安您好 才是新闻 投料信息带您来关注到 日前高雄疫苗针对第五类的养护中心 造册开打 有想到竟然传出有未成年的护专生 也混在其中施打 原来是这两名年仅16岁的护专生 把施打疫苗的过程 用嬉闹的方式就发在社群软体上 才被人质疑是耍特权 对此养护中心澄清说 这两人是夜间的攻读生 考量到出入风险才会造册施打 只是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未满18岁AZ疫苗是不能施打的 卫生单位查核身份时竟然都没发现 而卫生局则是坦诚说 是作业上有疏失 日前高雄疫苗开打 列在第五类的养护中心 也狂列在名单中 没想到竟传出有未成年的学生 随着男子的养护中心施打疫苗 闹了乌龙 这两名护专生 20号前往巨蛋打疫苗 出发前还在社群软体上写下 祝我们好运 时至近到看台区时也开玩笑说 希望开学还能活着跟大家见面 不但嬉闹态度不妥当 并非医师或招呼者却被造册 也遭人质疑耍特权 而对此养护中心出面澄清 员工的部分就是完成快塞跟疫苗的注射 没有注意到这个规定 然后就把它踢到注射的名车里面 就算是夜间公读生 可量出入风险也得造册施打 但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AZ疫苗未满18岁不能打 这两人年仅16岁 养护中心没注意不慎造册 现场报道时 卫生单位人员读取健保卡 核对身份却没察觉 是否出现疏失 现场查核的部分 由于在整个流程里面 显然不够严谨的地方 我们会要求再立刻的加强 加盐去查核 强调盲中有错 也会对相关作业人员及长教中心 进行惩处开罚 只是多层拔关却出现披露 所幸这两名护砖声 只有轻微发烧没有大碍 否则酿成意外 就不是一句作业疏失可以平复 今天我们一与高雄常报道